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较强听说读写能力 对中文学习有较高标准 希望达到灵活应用水平的孩子精心研发的中文EVE直播课 EVE直播课 老师音才师教 关注加倍呢 课程以中国小学部编板一年级语文教材为基础 进行拓展延伸 从三个方面综合发展孩子的语言应用能力 诶 那三个方面呀 第一个就是创新阅读 和传统的阅读不一样哦 让孩子沉浸在趣味的动画中 感受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 变静态文字为动态演绎 在多层次多场景的互动中 通过小机场 主题讨论等丰富的课堂形式展现阅读成果 提升思维能力和表达能力 让孩子的阅读不再枯燥 二 就是创意表达 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学以致用 那么如何让孩子做到学以致用呢 这就是我们课程最独际创意的部分 将美杰克积累到的知识 放在专门的场景里进行表达训练 一个知识在不同的场景中反复应用 最终实现在生活中的灵活表达 想必这也是您最想看到的 我 我 我也想学习表达 我看你就很适合学高级版L1的课程 第三 就是文化素养 我们创设了大量的生活化场景和表达情境 去为讲解中国特有的传统节日 成语故事 经典古诗等传统文化 拉近中国传统文化与孩子的距离 借助国学小机场的形式展示成果 帮助孩子积累优秀中华文化 拓宽文化视野 好棒呀 孩子们最喜欢我们的课了 是啊 我们不仅有丰富的课程内容 更有完备的练测评体系 入学前测评 为孩子匹配最合适的课程和老师 课堂上智能好玩的交互训练 让孩子随学随练 课后还有丰富的练习 帮助孩子定期巩固所学知识 此外 我们还会提供全面的课词报告 利用大数据 分析孩子的课堂表现 答题效果 视声互动等 及时为孩子提供最具针对性的学习指导 最重要的是 我们的每一位老师都经历了严格筛选 多轮培训考核 平均授课时长达2500加小时 像我一样 有耐心 懂孩子 爱孩子 老师 我们也好爱你呀 对了 快讲一下孩子上完高级版L1课程能学到什么吧 我来我来 孩子将在课程中阅读15本精彩绘本 赏悉30加经典诗词 学习50加成语俗语 积累60加表达素材 掌握10加阅读技巧 运用16种表达方法 锻炼六大思维能力 阅读表达 双提升 文化素养 小应用 就在高阶版L1课程 快来SportChinese和我们一起快乐学习吧